我可能又在睡覺啊 都幾點了還不起來 我們今天可是約著去拿新電腦的 貝貝 來啦來啦 你稍微等我下午剛起來 我都跟你說了要早點起來啊 你還賴床 啊一會兒我們的新電腦被人搶光了 我們就買不到了 來啦來啦來啦 怎麼可能會被人搶光呢 真的限量版的電腦啊 不是我們有錢就買得到的啊 很多人大起早就在那邊排隊了 趕緊走吧 好的好的 我們現在趕過去應該還來得及吧 反正他今天只賣20台啊 如果我們買不到的話就要等下個月了 有沒有那麼誇張啊沒事的啊 我家裡電腦公司很近啊 我們很快就到了 不騙你啊就是因為你家近啊 我還想著你能早點起來啊 過你排隊 沒想到你還在睡覺 好啦好啦你別急別急啊 我們不是到了嗎 你看阿夢多這邊好像也不是很多人嗎 怎麼沒人啊 你沒看到已經有人在那裡排隊了嗎 快點下車啊快點下車 等一下排好隊 等一下排好隊 我們的預售呢馬上就要開始了 你快點啦 快點快點啦快點啦 他馬上開門啦 來啦來啦來啦 累死我了 我們現在排在第幾位了 前面好像經驗了10多個人啊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排在前面20位 大家別急啦大家別急啊 有需要進入我們公司 我們兩個還能進嗎 可以啦 告到你們就第20位了 趕緊上去吧 哇我們的運氣有點好啊 差一點就上不來了 快點快點快點 說明前面幾個人不是買一台電腦 萬一他們買好幾台呢 大家別急 大家別急 你們每個人只能買一台的電腦 剛好20台 這裡你們一人一台 太好了 我們終於搶到了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哇 那不是哥斯拉嗎 就是哥斯拉 他怎麼來熱高層呢 我們要拿槍打他 不要讓他靠去我們這棟大樓 你怎麼打他 你這樣打他都要不是把他給吸引過來了嗎 你看他這架式就是想摧毀我們的城市 我們必須提前對他發起攻擊 凱特 凱特 我們還是撤吧 萬一這是哥斯拉呢 攻擊我們的大樓就完蛋了 我們還是下去開車吧 對的 對的 你說的有道理 你說的有道理啊 大家趕緊走啊 哇 這個哥斯拉呢 已經撞壞對我們這棟大樓發起攻擊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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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會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我趕緊我們這棟大樓馬上要打 哎呀 我 我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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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趕緊讓你開車 我們的車子在哪裡 你是不是摔傻了 就是你眼前的這輛了 上車吧 啊 我一下子有點風圈了 快點把車子開走 快點把車子開走 小心他的火炮啊 我又沒開 我又沒怪罪了啊 蛇蛇 蛇蛇 你終於休假回來了 最近都去哪玩啦 我沒去哪 天天呢就在家裡打樂高遊戲啊 你們在幹嘛 唉 你休假的這段時間呢 我們肯忙死了 最近的案件特別多啊 有好幾起案件呢 我們還沒有破獲 要不要這樣 你們的半身效率也太低了吧 我還想說我休假回來的時候呢 你們把所有的事情都給處理完了 沒想到都要等著我回來處理 我們也不想這樣啊 但是誰叫你是神探對不對 有一件案件的必須要你來處理啊 最近我們的樂高城附近呢 出現了哥斯拉 不會吧 哪裡來了哥斯拉 我記得哥斯拉在電影裡面不是好的怪獸嗎 難道他襲擊我們附近的村莊嗎 是的 他把我們附近的村莊呢 全部襲擊了一遍 我在想這隻哥斯拉是不是假的 這個我們很難分辨啊 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都還沒有見過他 大莎 你看吧 說草草草草草草就到啊 那不就哥斯拉嗎 對 就是他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們要集合全體隊員啊 率先對他發起攻擊 大家準備好武器 好的好的 所有的隊員帶上你們的武器 我們率先對哥斯拉發起攻擊 直升機先上 大莎你跟我一亮子啊 你來開設我這邊指揮啊 所有的隊員呢 一定要注意哥斯拉的火炮攻擊 他的火炮攻擊呢 威力非常的猛 考慮一下我是直升機駕駛員 我已經飛進了哥斯拉的面前 接下來我該怎麼辦 你別扣起他 你別扣起他 哎呀 啊我只會慢啊 哇這隻哥斯拉這麼強的嗎 我們損失了一架直升機 所有隊員注意啦 這隻哥斯拉的火炮精準度非常的強啊 我們目前為止所有的車輛呢 基本上都被他摧毀了 欸怎麼又一架直升機飛過去啊 不是叫他們別靠近他了嗎 啊怎麼這麼不聽話 我們的火力根本就制止不了他 你看他的攻擊力太強了吧 哇 我們的車子又被他摧毀了 等一下我們還是撤吧 我們還是撤吧 撤吧撤吧撤吧 我們乘直升機離開啊 後面來了一架直升機啊 大家趕緊上去 好的好的 大家動作快點 大家動作快點 上直升飛行 欸不行不行他的火炮又大快了 哎呀 不行不行他現在很聰明啊 專門打我們的交通攻擊啊 想斷了我們的後路啊 我們只能跑步前進了 跑步前進了 大家趕緊往後跑 啊別回動別回動 啊 好的真的沒有想到啊 近段時間攻擊我們的哥斯拉呢 既然是這隻機械哥斯拉 他的外表呢 跟真實哥斯拉的顏色有點不一樣啊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兩隻真假哥斯拉 到底誰的攻擊力更強 欸我們最後的對決勝負呢 已經出來了 最後的贏家呢 既然是機械哥斯拉 好啦本期的遊戲結束呢 到此結束啊 我是超理俠 希望為了解說 記得點讚加關注喔 讓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掰掰